美国一名飞翼男子罗斯从车上走下来 双手投降 但这是警方却将警犬松开 冲上去咬住他的手臂不放 画面中飞翼男子罗斯悲知名叫K9的警犬咬住手臂 罗斯放声大叫叫警察把狗拉开 但现场多名远警团团包围却是冷眼看待 罗斯前后各有一名远警压制他 远警将他靠上手铐 罗斯动弹不得 不过有其他远警看不下去 喊话不要放狗 根据CN报道被男子罗斯7月4号国庆日当天 驾驶卡车行经恶害俄州一处公路 警方怀疑他没有家中挡泥板将他拦查 但是罗斯一开始并未减速 警方追捕了20分钟之后将他成功拦截 尽管后来罗斯举双手投降 但是警方还是出动警犬追捕 警犬还咬伤罗斯手臂 罗斯后续在松网状况下 继续送往医院治疗 直到送往监狱前夕才靠上手铐 经过先前弗洛伊德事件之后 引爆全美民众街头示威抗议 警方对于有色人种执法过当 没想到就在美国国庆日当天 再度发生被男子遭到警方拦查 甚至遭到警犬咬伤事件 美国有色人种协会主席沃森表示 整起事件目前进入调查阶段 但他强调凶贤当时已经举双手投降 但警方仍旧出动警犬咬伤嫌犯 恐怕再度引发警方执法过当疑虑 接下来聊至于综合报道